每逢节日,中国人的传统习俗中都会包括禁忌事项,就是在当天不适合做的行为,元宵节在每年的这一天,人们要想要祈求有好运,所以在穿着上都需要格外注意,不能触犯禁忌,会出霉运,你还知道正月十五元宵节有哪些习俗禁忌吗? 传承国学精华,启迪智慧人生,欢迎订阅国学天地,不穿破衣服。元宵节这天,大家一定要注意,衣服不能被弄破,据传说,如果弄破衣服,这一年会霉运缠身,这一天更不能穿上有破洞的衣服,穿上破洞的衣服。 就意味着没有好运气,不穿黑白色衣服。元宵节是一个大喜极庆的节日,这一天尽量不要穿白色和黑色的衣服,因为这两种颜色在古代人看来是与死亡紧紧相连的大庆的日子,如果穿上这两种颜色的衣服,会让穿戴者事事不顺,不能如愿的。 元宵节是我国继春节后的又一个隆重的传统节日之一,又称上元节,元夜,灯节,在古代,元宵节这天,每个地方都相当重视,因为古代历法和月像有着密切的关系,每月的农历十五日,必逢满月。 叫做旺,满月象征着团圆美满,在正月十五,人们迎来了一年之中的第一个月满之夜,所以这一天,理所当然地被看成是吉日了。 显为人知的是,元宵节的行程和佛教息息相关,原来,佛教有正月十五日,僧人观伏设立点灯敬佛的做法,所以,东汉明帝时期,皇帝信佛,这一天就要求皇宫和寺庙里点灯敬佛,令天下都挂灯,久而久之,就形成了元宵节。 所以,元宵节这一天,最重要的一件事是点灯,当然,现在发展成闹花灯,耍龙灯,猜字迷,吃元宵等内容,包括万象,非常好玩,然而,这一天虽说非常热闹,但却有十大禁忌,一点都不能碰,做一件倒霉一年。 值得一提的是,在唐宋明,元宵节很重要,通常由官府主办,非常热闹,比如宋朝妇女出游街巷,自业达旦,男女混淆的狂欢,但在元清两个异族王朝,却有变化了,元朝直接取消元宵节,清朝宫廷不办元宵节,只有民间自主地搞。 第一,孩子不能哭,传言,这一天是天宫大地的诞辰之日,以喜庆为主,所以,如果小孩子哭哭啼啼的话,会给节日蒙上一层阴影,导致不吉利之事发生,所以,这一天尽量哄着小孩,别让他们哭,当然,怎么笑都没关系。 第二,少去医院等,从古代风水学上看,医院,坟场等地方,阴气晦气非常重,或者说阳气不旺,如果这一天去了,就可能沾染坏东西,不利于节日喜庆,所以,这一天尽量别上坟,别去医院等阴气之地,待在正常的地方吧。 第三,不要丢东西,如果这一天丢了东西,那么就意味着不能照顾好自己口袋,最终会导致一年抓不住好机会,这是非常恶毒。 所以,古人认为,这一天出门,尽量别带什么东西,这样就不怕丢东西了。 第四,不能借出钱。 古代儒家认为,朋友之间有通财之意,借钱是一个高尚的行为,但无论多么高尚,正月十五这一天别借钱,因为这么做,会把你财运给借走。 所以,如果你想借钱,那就提前一天,或推迟一天吧。 第五,米缸不见底。 所谓米缸不见底,就是说,家里还有米,日子过得还不错,如果米缸见底,那么就有断吹的可能性,断吹了,说明日子过得太苦,那么,这一天断吹,就代表一年都断吹,日子会越来越苦。 第六,不要说脏话。 古人云,祸从口出,因此,在元宵节这种重要的日子里,不要信口开河,胡乱说脏话,最好还是谨言慎行,避免不经意间说了得罪神仙的话,从而让神仙不舒服,导致你一年没孕。 第七,这天不开工。 在古人看来,这一天通常不开工做事,原因很简单,并非不能开工,而是害怕工具或者其他设备的破损。 因为,元宵节这一天,如果工具等破损,就代表财富的消失,非常的不吉利,所以,一些古人干脆不开工。 第八,不能洗头发。 在古代看来,头发的发,就如同发财的发。 所以,如果洗头,就可能将一年的财运给洗掉,最终导致洗头之人,一年存不下积蓄。 所以,这一天能不洗头,就不洗头吧。 元宵佳节这天,最好不要去阴气,晦气比较重的地方,比如上坟,荒凉的地方,医院等地,因为这种地方都是阳气不旺的地方,去了,多少会沾染上晦气。 尤其是身子虚弱的人士,最好不要去,如果必须要去,也不要在这一天去。 还有正月十五元宵节这天,除了要知道,注意这些禁忌。 还有很多习俗,你知道吗? 吃元宵。 说到元宵节,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习俗,就是吃元宵。 元宵代表着团团圆圆和和美美,不过南北的元宵也有区别,南方是包出来的,光滑细腻,北方是滚出来的,咬尽十足。 除了吃元宵之外,正月十五还有许多有趣的习俗,不知道你的家乡有没有呢? 接着往下看吧。 逛灯会。 正月十五很多地方会举办元宵彩灯晚会,人们一起赏花灯,耍龙灯,彩灯迷,享受节日的快乐。 灯笼的作用是驱逐黑暗,而花灯则象征着人们对美的事物的追求。 在有些地方,还有娘家给新嫁女儿送花灯的传统,以求天丁吉兆,因为灯丁谐音。 小贴是逛灯会攻略。 灯会虽热闹有趣,但人多难免磁场复杂,容易让人心烦意乱,在逛灯会的时候佩戴首饰化解。 珊瑚石响于中外的护身宝石,古罗马人认为佩戴珊瑚可以避免灾祸,所以珊瑚又名红色黄金,具有神秘的力量和美丽的颜色,正适合红火的正月十五。 紫水晶抵挡负能量。 紫水晶的风水作用在于平衡混乱磁场,抵挡负能量的作用。 还可以起到防小人,防是非的功效。 元宵灯会人山人海,带着紫水晶可以护身,而回家之后可以把衣服放在紫水晶旁边摆一摆,净化紊乱的磁场。 琥珀稳定气流磁场。 琥珀含有鼠酸,可定魂魄,灵气不可思议。 琥珀能够稳定周围的气流磁场,使人不受干扰,平心静气地度过一个元宵佳节。 天和石夜间辟邪。 天和石属于常识家族,使威胁常识的蓝绿色变种,家族成员还有月光石、日光石等,它的颜色在宝石圈也是清新脱俗的一类。 人们认为天和石是有助于增强信心的宝石,并且还能够帮助佩戴者化险为夷,摆脱负能量的缠绕,驱邪避险。 元宵佳节当晚,佩戴天和石,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净化周围的磁场,让负能量无法靠近。 街灶亡眼。 元宵佳节这天,最好不要去阴气、晦气比较重的地方,比如上坟、荒凉的地方、医院等地。 因为这种地方都是阳气不旺的地方,去了,多少会沾染上晦气,尤其是身子虚弱的人士,最好不要去,如果必须要去,也不要在这一天去。 燃放烟花。 街灶亡也是。 当然少不了要放炮迎接了,当天,我们当地又是一天爆珠声连绵不绝,此起彼伏,有人说要早早接,接一个年轻力壮的,有人说要晚点接,接一个年纪大一点的,有知识有阅历,众说纷纭。 迎子姑。 子姑是传说中一个美丽、善良、贫穷的姑娘。 正月十五这天,子姑因穷困而死,百姓们都很同情她,怀念她,所以有些地方就出现了在正月十五这天迎接子姑的风俗,这一天夜晚,人们会用稻草、木棍、衣服等扎成一个真人子姑肖像,放在子姑经常干活的地方来迎接她。 还跟她说着贴心话,这反映了百姓们善良、忠厚、同情弱者的优秀品德。 走百病。 走百病也是习俗之一,有地方也叫有百病、散百病、考百病等,这也是人们用来消灾祈福的一种活动,所谓走百病,就是在元宵节之夜,村里的妇女们会三五成群,相约出门,结伴而行,看见有桥就必须经过。 据说这样就能趋病延年,还可提升自己的好运。 当然,古人这种禁忌有很多属于迷信范畴,但时间长了就逐渐发展为风俗,一旦形成了风俗,就不好评价这算不算迷信了。 因为,风俗才让生活更美好,让节日更热闹,所以,我们无需纠结是不是迷信,信则信之,不信则不信,只要快乐就行,就当人生的一次次体验吧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,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,在下方点个赞或者订阅频道,如果有什么建议,就在下方留言吧。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。